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有关寿丰乡池南村右坛段横跨台九炳县的高压线路 是输送给寿丰地区丰田西口等村居民的用店 新建于民国51年 而且线下的高度都保持在11公尺以上 而鲤鱼潭商圈协会希望能够将这个线路地下化 而经过了电力公司供电处评估之后 地下化的价格是一般铁塔价格的9倍 可以说是相当的昂贵 不过还是会写出改善计划供相关单位来参考 收封乡池南村右坛段横跨台九炳县高压线架空线路 主要输送同门水力发电厂环保绿能电力 供应受封地区的丰田西口等村民来使用 该线路新建在民国51年 且线下高度均保持约11公尺以上 驴潭商圈协会就希望能够将该线路地下化 改善驴潭风景特定区的景观 因为就是配合我们驴潭观光风景特定区 我们这是属于离坛风景特定区 所以说这个是以观光为主 那高压店从这边横跨这条台九炳线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对我们的观光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是希望说电力公司这个地方 可以往上报 第一个我们是都市计划区了 那第二个是属于风景特定区 这个也是国家公园嘛 国家的那个一个观光区嘛 但是碍于经费庞大 这项计划能否执行 台湾电力公司花莲供电处经理表示 线路改善地下化经费大于架空方式的九倍 因此还必须经由多方努力争取经费才有可能解决 如果要下地的部分啊 如果是依照我们公司的一个 但我们公司的营业规章跟下地准则 都是有报道经济部合成的 下地准则我们大概有一个下地准则 就是说 这个你区域要下地的话 你要到达 你人口密度要到达多少以上 那你是在 你是在都市区 还是不是重劃区 还是说观光区 观光区 因为观光区它 它目前还没有列入到那个观光区里面 它是以你是有都市重劃的 我们就都市区要去啊 都市区要去的部分 我们就有 那有这个评分标准啊 那评分如果是有达到下地的准则的规定以上 那台电公司可能就是依照那个准则会办下地 那这个部分 如果依照这个目前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评分标准 这个区域是没有达到下地的标准啊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 如果未来 如果未来其实未来 如果先政府还是说 现在我们这边有规划说 这边有都市重划 还是有区断生说 那我们就是会配合来 这个区域做扮演 作为一个下地的规划 不过由于书店线路分布辽阔 甚至多位在山区 缺乏适当的道路供埋设管线 且下地费用昂贵 台电在经济效益考量 或者一般都会区 即线路维护特殊需要者 开店公司才有可能优先办理下地 记者凌杰收封采访报道 很好 descrição 评论